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大家好 我是一鸣 那我们接着上节课去给大家去讲 信息流定向的接下来的问题 我们上节课给大家解论两个关于 信息流定向的问题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去讲解 首先呢 我们在做 信息流头上的时候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词 我们这是第三个问题了 听说这样一个词叫什么 叫信息流定向词包 都听过 因为我们在做 我们在搭建这个 就以节课头条为例 搭建节课头条的广告计划的时候 它都有一个定向 定向的时候都有一个 甚至信息里边有一个关键词 那么关键词包它是什么 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来说 经课头条的广告 或者是现在的信息流的主流广告 它是靠什么呢 就以经课头条为例 那么他们都是通过大数据 然后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做到了千人 千人千命 好了 也就是说 同样我们都在看一个媒体 看在同一个广告外 但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它是通过大数据 好了 这里就给大家去解答 那么兴趣词包是什么 大数据就是我们用户 比如说每个网民 在阅读 比如我们在继续浏览新闻的时候 用户阅读 或者是我们互动 什么叫互动 有的就是说 我没有跟你有什么互动 就是你有互动 打个比方 我们在做 点赞啊 有没有转发呀 你在用微博的时候 你有没有点赞 你有没有关注啊 等等这些都叫互动 所以头条你可能没有互动 但是其他媒体 你可能互动性非常强 尤其做我们的社交媒体 现在也都在做千人千命 打比方说 这个什么探谈啊 等等卖美啊 好多的社交媒体 OK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除了互动 我们还有一些交互的行为 那么大数据 就是通过等等的这些数据 去给你每一个人贴个标签 比如说 我 我这个人的额头 给你贴了一个标签 你是男 然后呢 你喜欢汽车 汽车 所以 然后你这个人呢 你是一 女 然后你你这个你喜欢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喜欢是理财呀 等等啊 每个人都有一个标签 这个就叫做 大数据的能力做到的 那么关于兴趣定向词包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精神头条 信息流广告的时候 你希望哪些人看到你的广告 那么我就需要通过兴趣词包来做定向 那也就是说 在做兴趣词包的时候 我在信息流后台 去添加用户的一些行为属性 从而更精准的定位用户人群 投放广告 这就是我们兴趣词包的作用 那么我们兴趣词包 有同学说那我应该用哪些词呢 在这里给大家建议 尽量你的兴趣词包 词包 字数不要太长 另外通俗 易懂 我们填的每个词 它具有标签的作用 所以你在写兴趣词包的时候 我可以给这个人写理财 或者是理财狂 汽车大人 这样的词包 或者根据我的产品 我的次包 我可以根据我的产品 或者根据我的品牌定位 定位人群 或者你也可以写一些你的竞品 写这样的词 或者如果你的流量特别特别少 投放的时候 你可以加一些流量词 什么叫流量词 我们都做过SM SM里边的特别广泛的通用词 就叫流量词 如果你没有做过流量词 那我告诉你 就是通常非常大的 一种的 举个例子 奥迪宝马是车 对吧 那么车就是流量词 汽车就是流量词 它是以总体 以概括性为主的 这类词 就叫流量词 所以当你流量跑不起来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可以用到一些流量词 那我 你在添加的我中 我建议你是从左到右 它的比例是降低的 比如说这样的比例是最高的 越往右是降低的 那我也不建议你不加 是要加一点 这就是兴起词包 我们在后台是可以添加的 加完之后 我们再做广告定向图 我们直接选就行了 所以非常的轻松 OK 我们再看第四题 也是关于兴趣词包的 那我在去添加兴趣词包的时候 有个什么呢 有个用户覆盖率 是什么意思 打比方我加了汽车财经理财 然后覆盖率显示的是 3.2%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是什么呢 我们添加了兴起词包 它会覆盖一类人群 也就是说 我们兴趣词包覆盖的人群 同时这个时候会与 我们进行头条 用户进行一个匹配 你匹配到多少 就是覆盖多少 所以有同学认为 那我匹配到了3.2% 是不是说我添加兴趣词包 我覆盖的人群 把中国网民的3.2%都覆盖了呢 那不对 不是中国网民 是今日头条的用户 是今日头条的用户覆盖了3.2% 那换概念啊 如果说我们投的不是今日头条 你投的是腾讯社交广告 那么这里指的就是腾讯的用户人群 覆盖了3.2% OK 所以啊 不要片面的以为我覆盖了中国网民 中国网民比如说八九个亿 然后你覆盖了八九个亿的3.2% 不是是覆盖了今日头条用户的 今日头条用户跟中国网民 肯定不是一样的一个数量 好 那今天给大家去讲 关于我们后台定向的兴趣定向词包 都给大家解释非常的透了 我觉得第一给大家讲的兴趣定向词包 是什么 它有什么作用 那是什么呢 就是给用户贴标签的一个东西 什么作用呢 我们在建计划的时候非常方便 直接一选择就行了 所以你提前先把它建好 第四个问题就是兴趣词包 那它的覆盖率不是指中国网民的覆盖率 而是指媒体的用户的覆盖率 OK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去讲的知识点 千锋教育做真实的自己 用良心做教育 我们下节课再见